各位變態,大家好 我是魔王變態 這一次魔王要給各位介紹的街機遊戲就是 廢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打 好啦,各位變態 一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男主角 他隱藏的炸藥,把勞門炸開之後就直接展開了遊戲 首先要先說 如果這個遊戲就是用正常的方式遊玩的話 玩到通關破台大概要30多分鐘 對於遊戲的錄製跟介紹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幫助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魔王就嘗試要使用衝突到尾用開槍的方式 然後看能夠多快的通關 實際上這個遊戲裡面的設定就是 如果你用正常的方式,拳打腳踢 跳踢或是拳擊的方式去玩這個遊戲 每一個敵人大概要被擊倒個2到3次左右 他才會炸起來 如果你是像魔王直接變態的玩法 我們都一直用機關槍直接打 不管敵方的血量多少 被射一槍直接就抓起來 其實這個部分的設定還是相當符合現實的狀況 我們看到直升機把一些特種部隊 綠扁帽部隊給放下來之後 我們很快開槍把它打死 就可以繼續往前走 第一關其實就是一個戰服贏的狀況 它主要就是讓玩家可以熟悉 整個遊戲裡面的操作 所以難度其實還不是很高 那我們看我們繼續玩上這個登高台之後 就玩到這個遊戲的中段 其實每一關的長度都蠻長的 魔王記得當年在街機廳很多人 就是一到沒有辦法玩太久 頂多玩到第二關就創起來了 所以這個遊戲當初能夠通關破台人 其實也不多 假設是雙打的話 這個遊戲在玩會 難度會比較低一點 我們看到這台直升機 魔王先說 魔王懷疑這台直升機 其實應該是印度人開的 你看我們現在從裡面打死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 四個人 他裝很多 五個人 六個人 你看打死七個人 一台直升機可以裝七個人 我覺得這應該是印度人才有辦法 表演這種特技吧 好啦 你看主角就從上面 高台直接跳下來 這高台應該看起來也有七八樓高吧 結果他居然好把五上門跳下來 所以魔王懷疑 除了敵方是印度人之外 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 這主角應該是個生化人 好啦 我們遊戲玩到這一邊呢 其實就是 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敵方出場的順序 還有就是不要被汽油桶給炸到 這邊要過應該難度還不是很高 然後這邊你看 就是一樣直升機會把一些 好像綠點帽部隊的敵人 給丟下來之後 那我們再繼續往前走一小段 你們可以看到這一台裝甲運兵車 我們到這台裝甲運兵車上 第一關也就過關啦 所以我們從 敵人的戰俘營收容所 脫逃成功 那我們就到第二關去啦 拖遇是SNK在1988年11月發行的街機捲軸動作遊戲 在日本以外的海外地區 遊戲名稱是POW 也就是Personal of War 這是SNK在發行 NEO具有值錢的遊戲機版作品 街機版的拖遇並沒有情緒的交代 遊戲故事的劇情設定 那我們在遊戲裡面可以操縱兩個主角 SNK跟BROT來逃出敵人的根據地 然後在任天堂版本的拖遇移植的時候 就把故事交代的比較清楚啦 主角是特種部隊M的隊長代號就是BROT 他們的任務是滲透到 名為GARD的地下政府組織 這個GARD的地下政府組織 是一個致力於破壞國際經濟 還有促進走私毒品還有全國的一個犯罪組織 主角刻意的被敵人抓住之後 利用自己本身所接受的特種部隊訓練的技術 要從敵方組織的內部基地掏出 並且順便執行破壞敵方組織內部的秘密任務 好啦 各位變態 我們玩到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還有吊車 前面還有水鴨子 假設你被吊車的鎖鏈給打到的話 一樣體力會減損 在玩這個遊戲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說你不要想說要把所有的敵人通通殺光 因為其實魔王在看PAS的示範的時候 就說有一些敵人他只是出場之後就會直接走掉 所以這個遊戲在玩的時候 就是最好且戰且走 那剛剛魔王有說 假設這個遊戲在玩的時候是雙打 兩個人又很有默契的話 這遊戲的難度其實會降的比較低 可是大部分的人在玩這個遊戲就是說 默契比較不好啦 因為特別這一種通關遊戲很注重走位這件事情 其實SNK當年在出這款遊戲的時候呢 就是有一點要搭當時的那個時代背景 因為當時有很多的電影啊 還有就是整個國際局勢啊 就是應該這樣講 那個時候的戰爭還是很多的 特別是跟蘇聯 美國跟蘇聯的關係是很緊張 所以你看到背景這邊一台蘇聯齊富士的直升機 這個也是暗喻說我們的對手呢 其實就是共產國家的齁 好啦我們來繼續往前走 這邊有一台裝甲車齁 光示範一下齁 這一台車你就算一直開槍齁 那你一直開他也不會死啦 還有人不懂會站在裝甲車面前 然後就直接被他壓死了 所以我們把他後面的特種部隊全部解決之後呢 我們這一關基本上就過啦 你就看到我們入侵倉庫 把裝甲車的車兵全部都殺光了 那我們就到第三關去啦 好啦各位變態 我們的主角現在到了第三關齁 陸續繞跑到叢林這個地方齁 從第一關的戰斧營到第二關的齁 就是敵方的軍事倉庫 一直到第三關這邊的叢林齁 叢林這邊所出現的敵人其實是相當多的 那你如果要玩過去這種就是 動作通關的遊戲呢 要覺得就是一次不要引太多敵人出來齁 一次一點點一點點的贏 不然齁就是技術帶齁齁 都被圍毆一下也就剉起來啦 那我們在這一邊 魔王是覺得齁 這遊戲當年在製作的時候 應該是有參考 滴滴血這一部電影 你看剛剛這個 從步步上面跳下來逃生的這一段 很明顯應該是參考了齁 就是席維斯·史特隆所主演的 滴滴血的第一集跟第二集相關的劇情齁 那魔王要先說齁 那個時候在製作遊戲的時候 是有非常多人會參考當時所流行的社會元素啦齁 像是電影啦小說啦齁 然後作為設計遊戲的一個靈感 好啦我們在這一邊齁已經到第三關的後半段齁 又是這一台神奇的直升機齁 你看我們已經敲死了 四個五個六個人齁 七個八個九個十個齁 十一個怎麼可能裝那麼多人 這是印度人齁 十二個 你看十三個還有 十四個十五個 你贏多少人 十六個十七個 齁 一台直升機裝十幾個人啊 B行 好啦他們就過關啊 他說我們就 利用夜色的掩護齁 順利捕捉敵人的追擊 那我們就到了第四關去啦 托育這款遊戲以前的接機廳 算是蠻紅的一款遊戲 因為當年主角從敵方的陣營中逃脫的遊戲主軸並不多啦 而且當時的接機遊戲 其實受到了像雙結龍的雙打遊戲的影響 所以兩人聯手通關的動作遊戲在接機廳是非常受到歡迎的 對於接機廳的老闆來說齁 單打不如雙打撞一塊 特別是本款遊戲裡面齁 他的打擊命中的判斷部分齁 秉持著SNK難以言喻的微妙手感 使得本遊戲的難度偏高 所以如果想要通關破台的話齁 技術如果不夠純熟就只能夠一直投錢啊 使得接機廳的老闆對這種雙人合作的格鬥遊戲鬥者比較好的印象齁 特別是托育這款遊戲跟雙結龍比較起來齁 雙結龍的遊戲比較偏向於拳大腳 或者是托育的話 這款遊戲還特別農得天使的相關要素 特別是他可以使用機槍這個道具來直接射擊敵人齁 使得本作齁 除了毒手格鬥之外 正增加了肆意屠殺的爽快感 而在遊戲裡面 甚至還出現了蘇聯MI24的磁路直升機啊 水鴨子啦 裝甲車還有運兵車等要素呢 配合著當年一起上映的電影 滴滴雪第三集的劇情 使得本作充滿了80年代的英雄主義風格 好啦 各位變態 我們現在到第四關了齁 其實是敵人的根據力啦 第四關其實已經是托育這個遊戲的最後一關齁 所以敵人在出場的密度啦 還有就是攻擊的火力啦 都是相當密集的 如果說你對於這個遊戲本身齁 不是很熟悉的話齁 要過關的難度還是偏高的 以前在玩的時候看到有一些人在玩這個遊戲齁 就是玩大台的什麼電動齁 跟在美洲齁 歐洲齁 歐美人士在玩電動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像亞洲人就很講究說 你要一命通關啦 不然就是一必破台啊 這一絲不絲啊 就是齁 要技術好 那在歐美人士在玩遊戲呢 那概念是不一樣的 他主要是主要重在遊戲的體驗上 所以像在街機廳啊 也只要是你能夠造成齁 就是視覺的齁 跟聽覺在遊戲上面的體感 如果讓他可以感覺到很好的話呢齁 他遊戲就是會一直投錢一直投錢一直投錢 那這個還是齁 文化上面有一些差別 像魔王以前在玩電動的時候呢 就比較偏向我們那種窮人士的思考模式 就是呢 最好能夠一命通關啦齁 好啦我們現在看到那個光頭拿手槍的 就是齁 最後的頭目啦齁 那魔王示範齁 你看那個SNK那個判定很奇怪齁 你看我這樣打 基本上我打不到他 他打得到我啦齁 要不是魔王開禁手指齁 應該很快就被他打死了 你看到垂石下他才死掉 所以你看這個SNK齁 相關的格鬥遊戲齁 之所以會輸了他不空 我覺得還是有 有關係的啦齁 你看打那麼多下又不死 直接開槍給他死就好了 好啦 你看還要再多打一下 他就剝起來啦 然後這邊就說 太空戰士7 太空戰士7 聽到請回答 我是SNK SNK就是蛇嘛 我現在要從這裡面繞跑啦 然後說那你就到這個地點等待吧 然後他就說 好我會派直升機去接你 你看到我們的主角齁 就從地道裡面伏母前進出來 那玩到這一邊呢 遊戲其實最難的地方已經過去了 結果你只要在這裡小心一點 應該是可以順利的通關破台 雖然敵人出來的數量一樣很多齁 所以我們在這裡看 又出現了 我們的直升機 這台直升機就是 應該這樣講齁 有兩個說法啦 一個說法是說 其實這個直升機是敵人的直升機啦 另外一個說法是 這個就是來救援我們的直升機 然後把最後的綠扁帽部隊給幹掉之後呢 然後就可以看到通關破台畫面啦 就是說主角就坐上這台直升機 然後就走掉啦 那因為這個直升機呢 他的圖檔跟前面那個 一直跟我們做對的直升機 他的長相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就是 網路上有兩個說法說 一個是主角斜持了敵方的直升機 然後就落跑啦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說 我方的直升機就順利的 把我們的兩個主角跟救走啦 好啦那這就是托餘的通關破台畫面啦 就魔王很簡單的玩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網路上很多人也有那個 TAS的版本啦 不然就是他也有就是 要表演說 怎麼樣一直不死 然後通關破台了 然後覺得別人都做過了 我就有在做有點無聊啦 好啦那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 我是魔王 一個外表跟內心一樣變態的中年阿伯 我們下次見